下一个主题我们要看的是网页下载 我要怎么下载一个网页 那这边我们有一个程式 基本上你就用http这个套件 它里面有一个get函数 get的时候它就会传回一个response给你 这个response呢 它会一直把网页内容传给你 那一个一个的资料区传给你 你最后把它拼成一整个资料就好 OK 那 大概像这样 那执行的结果呢 就是这个 像这样 你只要get然后response就好 好 那我们把这个程式拿来执行一下 我先new一个by 那我把它放在桌面的这里 一样这里 那就叫做 这叫做 hget.js hget.js 好 那我就切到那里 好 好 在这里 程式码在这里 所以我可以执行 好,你可以看到 他印出了一堆东西,这是什么 金门大学 104第二学期注册 一堆,这个就是那个网页的原始码 OK 好,很长 整个网页被我下载下来 如果我今天这样做 如果我今天这样做 我把它导到一个档案里面 那他就会建立一个新的档案 所以 好,他就建立了一个新的档案 叫nqu.html 你去打开这个nqu.html 就是我们的网站 只是图片不见了 因为你只有抓网页下来 你又没有抓图片 而且它相对路径是错的 所以图片就不见了 那如果用绝对路径的图片就找不到 绝对连结的就找不到 不是绝对连结的就找不到 但是你确定这就是那个网页 OK 好,所以我们可以写一个程式 做这件事 那现在 如果要让这个程式比较通用 我不能写一个程式永远 只抓金门大学的网页 怎么办 这一行网纸 拿掉 OK 那可是呢 我为了避免每次都要打HTTP 我就预设HTTP 也不太好 因为现在也很多是HTPS 那 诶 不对 因为HTPS的话 我这个会抓不到 我就要敢用HTPS才会抓得到 所以那就预设好 没关系 如果需要的话再另外处理 那我可以怎么做 ARGV 2 对 就好 为什么2 应该清楚吧 因为Node在加你的程式名字 那后面那个就2了 如果我这样做的话 那我就变成这样子 我就不能直接执行了 对不对 我要怎么做 OK 我现在抓到Google的首页 诶 他是Google的首页移走了 这 302Move的 对 所以他会转指 他不是移走 他是转指 为什么 因为Google不是一台伺服器 他是一堆伺服器 所以他第一个 他为了速度的关系 他会把你分散到不同伺服器上面 诶 各位知道Google有多少伺服器吗 百万台以上 所以 最近 最近 我的一个网友 在贴一个讯息 他说 我们 要请 城市设计 的好手和网页设计的好手 前端的好手 为什么呢 我那个网友叫吴生 吴生是谁呢 1997年96年的时候 台湾就已经有一个像百度一样的搜寻引擎 有人知道吗 那时候各位恐怕都还没出生 对 或刚出生 那个搜寻引擎 那个搜寻引擎 叫open file 它的前身是gates 这两个作品都是吴生弄出来的 很可惜的是我们 20年前就已经发展出这样的东西 后来 垮掉了 为什么 因为钱 你不赚钱 你不赚钱 没有钱的话 你这个产业就垮掉了 那 最近吴生要重启搜寻引擎计划 为什么 他说 Google 20年来居然没有什么进步 跟20年前的状况 几乎是差不多的 至少在搜寻引擎上面 是差不多的 所以他认为 20年来技术进步了这么多 应该 可以做一个更好的 所以他就 六个月前 他就发出了一个讯息说 我需要钱 谁要投资我 我要重启搜寻引擎计划 后来 大概隔两三天 我就发现 钱找到了 OK 现在有人投资他了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如果曾经用过OpenFind 曾经用过Gas的人 就知道 他是全台湾 最会做搜寻引擎的人 搜寻引擎需要什么样的技术 第一个就要这个程式 你一定要能下载网页 对不对 下载网页之后要干嘛 存起来 那你要怎么 这只能下载到一页 你要怎么下载到全世界的网页 这个技术不难 上次我是不是有请你们写抽网址的程式 抽HREF里面的那些东西 对不对 OK 抽超连结的程式 你现在只要会抓一页 接下来 接下来你会抽超连结 那你就从随便一页进去 只要那一页不是这一页就好了 嘿 因为你随便一页进去 你把他的超连结抽出来 再 把这些超连结 放 记起来 一个一个再继续抓 你只要从一页进去 这个一页不是全世界的孤岛 它有连到别的地方的话 它里面有超连结的话 你就可以把全世界的网址 网页全部拽下来 这个东西叫做网路爬虫 一个搜寻引擎里面的 第一个关键 元件就是网路爬虫 你要把全世界的网页通通都爬下来 如果你不想搜寻图片的话 你图片不用爬 你只要爬网页就可以了 好 爬完之后 做什么事 编索引 编索引 让人家可以检索 找到那个文件的内容 就好像你使用Google的这个样子 一个Google怎么做出来 好 当我打CCC的时候 他就会把有CCC这一个字的人 的网页抓出来 对 总共有多少页有CCC呢 有 这六个零就是百万 一百六十九个百万 对 一百六十九个百万 多少 九百 六千 六千万 一 一亿六千万 所以有一亿六千万 万个网页有 CCC这个是 好 那问题是 就是 当初 是他们的创办人之一 Larry Page所发展出来的 网页排序讯 第二个 重要的技术是 当初OpenFi没有的 就是 它的高度平行的技术 当OpenFi还用几十台电脑 在称全台湾的流量的时候 Google上来 透过美国的资金 他就可以弄几万台的电脑 在做事 在做 在做 它的 它的搜寻引擎 你几十台跟几万台的规模 一个是搜寻中文的领域 而且是台湾的网页 那时候大陆根本就还没有 还没有在网路 还没有在网路世界可以被看到 那时候中国根本就还 不存在于任何网路的视野 所以所有的网页 只要是中文的 都是台湾 那后来慢慢的 中国网页变得越来越多了 那时候搜寻中国网页才变得有价值 那 Google 他可以搜寻到 不只中文的 还有英文 还有各自各国语 那这是他跟吴生 他们GAS之间的第二个差异 好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异 不代表吴生他们的技术不够好 有一个关键是 你看 百度他原本可能也没有Google那种高度平行技术 但现在他可以撑住全中国的流量没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们 有市场 公司不会倒闭 你长期的营运之后 你这个技术 你这个技术 就绝对可以撑出那么大的流量 当初 淘宝 和阿里巴巴 刚起来的时候 那个伺服器就挂在马云他们家的客厅 一堂 撑全中国的流量 问题是那时候使用者也没几个 等到你流量变大的时候 你自然你会想办法去把它弄成超高度平行 然后可以撑那么多人 然后去想办法加速你的网页的速度 程式的速度 OK 自然你最后的那个技术 在高度平行化就会出来 好 当初无声他们没有跨过这个门槛 其实他们有技术 只要给他们 足够的市场 足够的钱 他们绝对可以撑住全世界的流量 以他们的技术而言 我觉得 那个会比Google用更少的伺服器 就可以撑住更多的流量 但是 我们没有给他时间 然后 另外一个是 他本身的健康问题 导致 后来整个挂掉 因为当他健康问题 浮现之后 他就离开 那整个团队 最后就挂掉了 重要领导人不见 那资金又撑不下去 好 所以 你如果要做一个搜寻引擎 第一步 你要做一个爬虫 Clar or Spider 爬虫叫Clar 蜘蛛叫Spider 在搜寻引擎上面 爬虫和蜘蛛指的是同一个东西 为什么叫蜘蛛 就是在网上面爬的那个东西 当然就是蜘蛛 爬虫也是同样的意思 在网路上面爬的那个东西 好 那 所以你第一步你把它抓下来 第二步你要能够见索引 第三步你的索引要能够很快的存取 第四步你要能够把你的索引做质量的排序 做重要性的排序 然后把最重要的部分传回给使用者 好 这就是一个搜寻引擎的全部技术 你用Node可以非常轻易的做到这件事情 Node是这方面非常专查的原因 因为它整个设计就是为了伺服器 网路和设计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程式 这样做几行而已 你用别的语言有时候要做很久 可是用这个语言一下子就可以做完 它支援的部分非常的完整 好 现在问题就来了 当我可以抓一个网页之后 我该怎么办 我们要抓全世界的网页 我要能够撑住 全世界的网址有多少个 你刚刚那个搜寻才搜寻CCC 就有一亿六千万个 那全世界的网页现在到底有多少个 你要抓可能是百亿级或者是造级的 应该是造级的 现在应该肯定是造级的 全世界的网页肯定是造级的 而且还不包含那些真的 真的故意用来 故意用来引流览 引那个爬虫上去抓的网页 但是事实上没有人看 OK 绝对有造级的 好 所以我要怎么抓下这造级的网页 而且还可以检查它中间有没有重复 你怎么检查网页有没有重复 各位知道 要检查一个东西有没有重复 有一个简单的方式 就是我用杂臭函数 把一个网页杂臭成一个整数 只要这个整数够大 绝对不会重复 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可以做一个 例如说 100个字的64进位整数 那 你这个东西直到宇宙末日 应该都不会重复 那我就可以把杂臭值存下来就好 网页忘记没关系 但是你之后还是要 你要抓的时候还是要记住 但是之后你只要检查杂臭值有没有存在就够 好 那可是我们现在不用到这么高级的技术 我们只用 我就单纯的把网页存在的网址存在记忆体里面 我用一个物件来存 叫URMAP 这样子可以撑住多少呢 其实也蛮大的 千万级的应该可以 千万级的网址 因为现在的电脑记忆体大到不得了 4G是多少 4G是 4G到底是多少 4千亿 4千亿吗 对 反正 4G其实是大的不得了 那你的电脑记忆体 可以容纳很多 可是问题是 Node的引擎不能让你使用到这么多记忆体 所以如果你希望把它存在记忆体里面 要能够存得够大的话 你可以用一种记忆体资料库 像RADIS RADIS这就是一个记忆体资料库 它就可以让你存满整个记忆体 OK 而且存取的速度因为是记忆体资料库 所以它存取速度很快 那可是如果你容量要再更大 那怎么办 容量要再更大的话 你就不要存在记忆体资料库 你存在真正的 大数据资料库 你就用MangoDB 把网址通通都存在那里 LevelMT MangoDB本来就是大数据资料库 它可以存任何的JSON文件 任何的JSB的物件的那种文件 JSON的文件 OK 你只要灌这个 你就可以把网址幾乎无限制的一直往里面放 然后要查的时候 就一直从里面查出来 好 接下来我们就出今天的起题 这里有个程式 这个程式可以下载 你从一个网页 给它一个网页 它会一直连出去一直连出去 把每个网址都记下来 然后网页都抓回来 所以这个程式你回去放在你的硬碟执行 开始在你的电脑执行的时候 请你小心一件事情 总有一天你的硬碟会爆掉 因为它会一直抓下来 而且它会一直耗你电脑的CPU时间 电脑会 CPU会很忙碌 OK 那你如果去执行这个程式 就是 执行到记忆体满了它就挂 很快它会挂掉 好 问题是 你如果把这个网址 也就是 但是 我们现在存在记忆体的这个网址 你不要存在记忆体 你把它塞到Mango DP去 你可以 你可以用网址塞满整颗硬碟 那那个量会是多少 你想想看你现在硬碟如果是1TB 1TB就是1兆 对 那如果你硬碟是1TB 平均每个网址的杂臭值 平均每个网址的杂臭值 佔10个byte 好了 那你就可以存1,000亿个网址的杂臭值 1,000亿个网址的杂臭值 1,000亿个网址的杂臭值 但是那只是杂臭值 URL没存 那如果你连URL也要存的话 那大概 就不止1,000亿了 那如果你连网页内容都要存的话 那你大概 可能 还要再下降2个0 剩10亿 OK 所以 你看看 呃 今天的习题 第一个 请你去执行这一个层次 然后 呃 我先讲解一下 这个层次的设计原理 第一个他引用了 檔案系统 他引用了刚刚的http 他引用了一个叫 uri.js的 的套件 所以你要 npm install uri.js 然后呢 呃 他一样 就是 你给他 网址 他就开始抓 他呼叫clownest 一直抓一直抓 嗯 然后这个clownest呢 会抓一个 再抓一个 再抓一个 一直抓 好 一直抓到 如果 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 全部都 已经 所有的网址 已经都被 下载成网页 他才会结束 但事实上 这件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 只要你的入口点 没有选的太糟的话 好 因为除非你把全世界的网页都下载下来 否则这个程式不会停 好 所以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他一直在下载 一直在下载 这边就是我们 之前下载的内容 好 那我把这个程式执行一遍给各位看一下 好 这里有专案 我直接把它拿 因为它里面不止一个档案 所以我把它解开一下 好 这是cloud.js 我连node8.9都 按你玩来.js都存下来 那这个 他会抓在这个data资料夹里面 好 那我现在 因为这里是下载 好吧 所以我要切换资料夹 算了 我把它扣过去 我把刚刚的这一个cloud 直接扣到 这道桌面的JS里面 我看看前面要不要加http 前面还是要加http 我就从msn里 让从msn开始 那他就一直在抓了 从msn开始所有的网址 所有联道的网页抓下来之后存檔 再去抓联道网页的 一直这样 抓下来的结果 你就会看到像现在这个样子 然后呢 你去看你的硬碟里面 刚刚我们是放在这里 你的data 一堆的data 一堆的data 这每一个都是一个httm的网页 里面每一个都有网址 ok 那所以这个程式不要跑太久 跑太久你的电脑会爆电 ok 你可以这样试 但是 我不这样试 因为这样 会浪费时间 按Ctrl C 离开 你不要 不会Ctrl C 那你就完蛋 你得重开机 ok 按Ctrl C 离开 那就不会一直抓了 那现在抓的这些网页 就确定 固定 好 所以 你 回去 执行这个程式 了解它的内容 这是今天的习题 但是 有 有强化的 就是你的你的解答很多层次 你的解答只是 诶我看完了 然后我会执行了 然后 ok 第二个你会修改 第三个你会把它 加上 加上 MangoDB的 资料库功能 那你就可以 拿来真的 真的当 爬重用 ok 那MangoDB的 资料库功能 这个我们下礼拜 开始讲 那 这里 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第四 第五部分的资料库 里面有一个MangoDB 就是MangoDB的 Json资料库 这里 是我们下礼拜要讲的 那如果你 你这礼拜 学了这个 你就可以 已经会用 你去看一下MangoDB怎么装 怎么用 怎么下查询 像这里有下查询的方式 像这里 操作 这是手动查询 那用程式查询的话 用程式查询 这边都有办例 ok 那你就可以用程式去查 用程式去 去加资料 那你把网址塞进去 那你就 不怕你的记忆体爆掉 但是要怕硬碟爆掉 就这样 ok 好 那今天就上到这边 给下课 那回去试着使用帕蟲